看到这个甜品你能想到这是用剩米饭做的吗 而且有着浓浓的米香和奶香 味道非常不错 只是要把剩米饭 牛奶 白糖倒入锅中小火加热 慢慢搅动就会得到一锅牛奶粥 再用壳鼻机打成米糊倒入容器中 冰箱冷藏后加上喜欢的水果 真的是一口接着一口 好吃的不得了 喜欢的话你也试试吧 我怎么突然感觉丢了一个亿啊 剩米饭还能做布丁 米饭准备好了啊 咱们来试试 米饭高丽汤 再是牛奶也高丽汤 倒点糖 慢慢搅动再把牛奶粥 破壁滴 把这牛奶粥倒进去 好粘稠啊 打碎 感应该差不多了 黏黏的 甜甜的 黏黏的 现在这么直接喝 我感觉都挺好喝的 让它变成干正的布丁 真好看 下边再去给它冷藏两个小时 它现在已经那个成冻了吧 反正不会流了 放点水果 哇 啾啾啾 一个简简单单的牛奶 小不定就成了啊 看着它都感觉好有营养的样子 啊 天呐 我想象中效果好啊 它不是完全的冻状 看着它下面还有一点点要往下滴呢 嗯 好热 哇 这个味道也太好了吧 嗯 米香味 奶香味 融到一块 它是互相融合在一块的 真的非常好吃 嗯 其实它这个口感上 跟咱常吃的布丁 还是有区别的啊 能吃到一些很细小的那种米的颗粒 当然了可能跟我这次煮的米偏硬有关系吧 如果蒸米饭偏软一点 可能打出来会更细腻更丝滑一点 不过吧 别管它怎么变 味道不变啊 是真香 如果要是不告诉你 这是用剩米饭做的 谁能想得到呀 哈哈 而且它的开发潜力是真的很大 我看网上有人用椰浆椰奶 还有什么旺仔牛奶等等 所以吧就是可以开发出各种不同的口味 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啊 可以试试 又简单又有营养 而且还能打扫剩饭 呵呵 行吧咱们下一个 这么简单 准备的很丰盛啊 准备的很丰盛啊 咱们各种兜糕里头 各种丸子 各种菜 再来准备 一块儿火锅底料 200度8分钟 OK 再翻一下 哇已经很香了 哎一股麻辣香坡的味出来了 已经 好嘞 继续 15分钟 哎呀不行啊 我要关了 哎呦呦 我怎么感觉要糊啊 这应该已经熟透了吧 西兰花都糊了 这个应该根据各家的空气炸锅皮起来啊 第二遍烤了8分钟就已经快糊了 你看 不熟 不行 香菇没熟 其他的都快熟大发了 这个丸子你看表面有的快糊了 擦点葱瓜 芝麻 哇塞 你看看 满满的一大锅 还就是麻辣香锅那意思啊 看着上色还不错 来看看入味了嘛 还可以 就是没有那么的入味 但是你凑合吃吧 还行 它不算难吃 但是那层底料的味儿啊 那个香味都在表面 就好像烤完之后刷了一层酱 感觉稍微多 我觉得这西兰花肯定有味儿 炖炒的那个麻辣香锅里的西兰花也不一样 这个要更干 像烧烤 对 对呀也是 空气炸锅不就是烤出来的嘛 哈哈 这个底料好辣 吃个虾吧 哇 里边肉啊 吃的就跟那个清蒸的一样 原味 因为调料都在外边 它不像炒的似的味儿都能进去 所以我觉得它这里边啊 也就丸子 还有那种特别好入味的菜 嗯 吃的还挺好吃的 哎怎么说呢 总结一下吧 嗯 两点 第一方法很推荐 味道也不错 但是如果你食材种类比较多啊 一定要注意先后去放 因为它并不像视频里看着那么简单啊 不会一块熟的 第二呢 与其说它是麻辣香锅吧 不如说更像锡纸烧烤 你看 其实本质的也就是锡纸烧烤了 这个只是看着像麻辣香锅而已 主要是因为这个味道浮予表面 在一个比较干 所以它跟爆炸出来的吧 还是挺大区别的 如果你要是奔着麻辣香锅来的啊 可能会有点失望的 好了今天这两个网络教程呢 就体验到这了啊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关注 拜拜